我父親做過頭椅工 賣衛生紙那種宣傳車 還有賣過水果 還有做籌缸 然後我母親就是以前在教工區當女工 然後後來結婚之後就是帶小孩 車 手套 縫手套 然後我自己是去做早餐店 去過麵攤賣麵 然後還有去過豆漿店打工 然後還有當過家教 我說我要寫他的故事的時候 他就說好 他要列出來這個 他大事年表給我知道 因為對 可能對很多人來講 失敗的生意或是沒落的職業 沒錢的現實是一個 不想去提的過往文言 或是現實 可是我覺得他對這個事情 他並沒有這麼負面 我記得我寫完的那一刻 把電腦的答案叫出來 衝衝在讀邊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很激動 因為包括寫的過程 跟看我父母親這一段 生活的過程 我那時候真的 這電腦寫寂寞很久 就是話想了解什麼 知道什麼 我覺得那個時代 比較是充滿希望的時代 就是大家都要去工作 因為覺得好像可以有更好的未來 跟賺錢之類的 我常常跟我們比較同年歲的人 來聊天說 我們都是伸展在那個 充滿希望的時代 可是等到我們長大了 長大到要去追求那個時候 這個時代往下跑了 我在寫這個整個過程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比較感傷的是 大家好像是一個很熟悉的人 可是卻在不斷的熟悉當中 發現彼此好陌生 原本有好多好東西都不知道 記得有天晚餐吃到一半 他問父親現今的工作狀況 他沒有直接回答 卻說 你要好好過生活 不要一生就這樣過去了 五十多歲的他這樣告訴我 本期有在工作的清白 請幾代來到這裡 大家趕緊來買 開卷好書獎 是好書 也是好看的書